有香港人的地方,就有港式茶餐廳,主持潘啟地,何亨,彭彭 兩位老友記,你們不在香港,早晨,現在我們早晨 今天播出街時是晚飯,今早下大雨,我未見過那麼多人在車站等車 的士巴士小巴甚麼都好,因為天黑曬黑到不得了,又會掛一號風球 其實茶抬已經立了抽,不過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天氣反常 四處都熱,媽媽都不認得,不過香港就好像,即使下大雨都好 今天都31度,不會涼很多,不過呢,下大雨都好 這些雨是很慘的,周圍這麼熱,突然灑水下去,讚起熱氣 其實那些老人家真的要留意,我即時想起以前那些賣水果的老友 那些西瓜擺到一地都是,那些其他瓜果那些 一讚起這些聲,我們叫聲,一讚起這樣的氣 真的有股聲味,那些瓜果都爛了,這些天氣真的要小心 還有今年夏天那麼冷,是不是那麼熱呢,我想冬天會很冷 還有冬天呢,病毒就是零碎活躍的 所以今年,我們也會說一下這件事,開關、旅行 不過說回來,昨天也出現了你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就是,突然很曬,然後灑了一陣雨,很快就沒有了 昨天很短,但今早就整個,我由5時多起床看一看 到我出門口8時多,是天黑度不得了 所以我想今天上班很多人都會遲到,因為交通非常差 除非你坐地鐵 昨天,地鐵還可以的,現在反而是地鐵少了人搭 比起以前,上班時間可能要排隊,要兩三班車,四班車才能上到 那是因為什麼呢,在市道不好,即是說 那些人是外出或是上班,少了,時間鬆動了 或者是靈活了,自由了,有幾個意思 第一,有些人所謂work from home,終於可以在家做事 現在不是說因為防疫,而是說他真的可以在家裡做到事 已經兩年多,什麼都試過了 如果你真的在家裡,一晨早起床開電腦,就可以指揮約定 叫同事做這件事,幫同事做那件事 那用什麼趕上班呢?和人迫車呢? 起碼早餐都節省了 第二,就是沒有公開 不要說失業,沒有公開 我擔心這件事多些 這件事是挺嚴重的 其實我所認識的街特行美的食肆 甚至老字號都紛紛結業,光榮結業 所以情況真的不樂觀 第三件事當然是 現在的交通、運輸那些 沒有人開工,找司機都難 現在是請不到人 為什麼呢?有些人趁勢退休 有些人移民,有些人轉行 所以現在有很多說法 由演唱會,大部分都是一些 所謂freelance,自僱人士 有公司開,有班才埋 到很多是服務性行業 它就是靈活處理 不是包你幾天 是包你做幾個小時 或者做多少件工 你可以自己組合 你喜歡什麼時間做 怎樣去調動 你自己處理 窮則變,便變則劏 但是一變成,必定是減少了 你可以說好聽就叫效率高了 不好聽就必定減少了浪費 必定減少了流動 必定減少了活動 反映在交通、消費 一定會看到 所以昨天好笑 昨天是第二期 我不知道是否叫第一期 第一次派錢 因為我們今年派 派一萬元 分兩次 三月 三月一次 八月一次 每次派五千元 五千元是怎麼派呢 八達通是二二一 二千、二千、一千 其他那些是三二 即是三千、二千、二千 很明顯 三二那些當然是優勢 優勢的意思是先花未來錢 你一次過拿三千元 好過一次過一千、二千 太濕水 但八達通始終是最厲害的電子錢包 八達通 百分之八十 所以依然是一枝獨秀 上次二一 大家就看到問題出現 如何出現呢 第一,八達通每次 以前的增值是一千、二千 所謂的頂籠 因為這樣 你給五千 你便很濕 八達通已經提升了三千 但是政府 八達通 因為不是每個人立即提升到三千 八達通放寬也好 你都要申請 如果你本來是二千 你就不用動 例如我也是這樣的例子 它就變成二二一 二二一就吵架了 為什麼呢 你用二千元 一次過用了它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消費的話 有很多項目是不計進去消費 舉個例子 坐車就不行了 地鐵也好 巴士也好 任何交通工具都不計 你每天坐車以為花了很多錢 尤其是你坐地鐵 二十多元一程 一個月可能花了幾百元 你以為已經消費了幾百元 原來沒有消費 它不計 於是你去到那個期限 譬如四月底 你要花二千元才可以拿第二期 四月底為何沒有錢收 你問一下 原來你消費第一次的二千元 其中有六百元 是不計算的 原來你只是消費一千四元 於是你沒得拿 這樣就麻煩了 那些人就紮紮跳 有幾萬人到幾百萬人 打電話去投訴 又不明白為何過不了數 所以非常複雜 好了 不要計算拿不到錢 於是搞了一大量 於是你都能量去花光 第一次明白了 原來有很多東西是不計的 你要計算那些才可以用完 才可以拿第二次 好了 這個說明了什麼道理 說明了就是 限制消費 不是不是不是 結果就是限制消費 令消費不過癮 不暢快之餘 阻礙了消費 亦是逼人鼓勵人 真的不是消費 是用在日常的生活裏面 因為他覺得 那麼濕碎 我真的寧願和你慢慢撕 我都不用一次過洗光了 等你買iPhone 等你買iPhone 等你不知買一些 叫中價少少 叫奢侈品 等你這麼正 就是不讓你買這些 不是可以讓你買 買那些可以 相反坐交通工具不行 這個是他的底層邏輯 就告訴大家 這個撥款不是為了 輸解你日常生活的困難 輸困做事 而是刺激消費 沒錯 如果他說我輸解生活困難的話 你只要進了不達通 無論你坐車或什麼 涉及你日常生活的這些 必需消費的話 他應該可以減免 那就叫做輸困 但是不是你該坐車的 他一點都不減 你都是要坐的 只不過那些錢是供你去買東西的 只不過是刺激消費 嚴格來說 這些錢 只不過是通過市民的手 去到商家那裡 而不是解決市民現在 言微之急 或者是減低他們的生活成本 但又不是全部商家 彼馬但又不是全部商家 現在也有些聲音 說第二期為何 當然不是全部商家 那你哪個商家 夠吸引力大 或者他想 反正這些都是日常生活 我都用不到的話 那買些什麼呢 你所說 其實我應該這樣說 你反正都是派 譬如你限制三二也好 二二一也好 有些朋友說 不如你比較簡單 剛才KT的例子很好 譬如某些零售 賣生活用品之類就OK 但有些朋友說 你反正派給我 即是你過過手 接著我都支持香港不同行業 譬如我舉個例子是旅遊的 譬如你二二一 那我怎樣去選你的團 譬如現在都說 有些聲音 或者有些說法 就是11月是不是開關 那大家都磨拳拆掌 即在這個情況之下 譬如旅遊業又可以得益呢 但你的數字又很難跟到田 即是某些行業 真的完全是沒有得益的 即是這麼說 如果 你都派五千元書解 在民困 那你不就告訴我 你只可以在超級市場 只可以在某些零售的業 生活的 譬如交通工具的 好生活的東西 就只是那些了 那就簡單些 因為你接零售商家 或者高價少許的 高價少許的餐廳就不用了 即是有些朋友 喂 你是不是不公平呢 你懷念派 這樣就沾一沾腳 給市民 市民又給我 那就幾巧了 即是你救市 救不了整個市 你可不可以變成設計 市民都可以貼一下 例如我 我會用些什麼 這樣會不會好些呢 都可以選擇一下 其實 Keynoyer的意思 就是希望這些 這些紙困或者補助的款項 什麼都好 希望是一個無限制形式的消費 即是你給我 我自主去用在哪裏 我搭交通工具 到處去找工 到處去炒耕也好 或者我去樓下那些便利店買東西也好 甚至去茶餐廳吃東西也好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但是很明顯這次我覺得 如果它是交通工具 本身是八達通最方便使用的一個路徑 它都說這個不是 它純屬刺激消費的話 就好像跟你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很老實 你說得對的朋友 就是它是刺激消費 就不是輸解民困 最容易明白的例子 除了交通 另外一件事 譬如看醫生 你都不可以入數 你是洗了洗了 不過你不可以在那裏扣 好 好了 這是不是一個目的 我們都可以爭拗一下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 它是救市 不是救人 OK 好了 你也可以說 間接都益了人 為什麼呢 本來 救市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薪金津貼 就是說你不要炒人 我就說每個人頭給你幾多千元 那裏那些大企業 請一萬幾千人那些 收到首院 數以億計 這些寶座 它是求你不要炒人 但是這個就是益了那些 不會炒人的那些人 超級市場 怎麼會炒人 請多些人 但是它依然可以收 數以億計的津貼 所以它就說那個不做了 現在是做這個 直接去消費者 好了 但是呢 問題就是 你限那個用途 用來刺激消費 當一個額外 天跌下來的 大家高興的 都沒有所謂 算了 我舉一個很好笑的例 今天就是 今天那些報紙 都有講到消費券 昨天的反應 包括電視 你看到大公文匯的建制派報紙 就說市民很高興 昨天四出去買東西 他們舉了一些例子 我也覺得很好笑 他說有個市民 他買了十萬元的東西 十萬元什麼呢 買些結婚 那些金色那些 買得很高興 為什麼呢 因為有消費券 你不鼓勵他 那些人問 喂 消費要多少錢 二千元的 你收多了二千元 買十萬元的東西 不是很合理 九萬八 哈哈哈哈 即是你找也找個例子好些 你應該就是 十萬八千里元的東西 你怎麼會問 我不要說 客人 喜事 阿彭彭是否當是喜事 不是不是 KT這樣怪別人又不對 我覺得你又不公勻 你怎麼知道 人家已經不是盡力 找到最好的例子 可能他走勻了一整天 唯一找到一個 可以出街的就是這個 肯出面肯出樣 肯說自己的故事 你不要說人家不找才行 可能找得很辛苦 你真可憐 不是啊 他就是想谷大的消費 就是說 越高越好 目的就是 其實想谷大的消費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就是說 我政府現在就派五千一個人 那你無論怎樣消費 我不是直接派到你走 我派到商家那裡 包括你坐地鐵 包括你做什麼好 全部收八折而已 即是你出十元你出 你出百元 只剩下兩米 政府幫你出完 一直出一直出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用在哪一處呢 是用來救人 救市 紓困 刺激消費 這個就很明顯了 不能爭辯了 因為如果再爭辯 就沒有意思了 政府可能收回 不是窮到要救人 那麼慘 第二件事 如果你純粹是救人 要紓困的話 就沒有所謂額外的增加 只不過那些人是少了錢 他平時都要買這麼多東西 柴柏油鹽張操查 現在給你錢 跟他額外消費 刺激消費沒有影響的話 就變成是紓困措施 他當然不想這樣 希望做大個餅 或者多些人有連鎖反應 我也不爭辯了 但你派2.1 3.2 為何不一筆過 不一萬元 或者5千 5千 這個現在越看越覺得 嘩 你只是處理那些投訴 解釋 怎樣這個 你知道還有一個笑話 現在就是我自己親歷其境 2.2.1 我花了兩次2千元 但我第三個的1千元 我都未收到 為何呢 我第二次的2千元 是在四月多之前 如果未花的話 我第三次的1千元就收不到 要8月底才收到 現在第二期的2千元我已經收了 我第一期的1千元都未收到 所以那些人又紮紮跳 為何我第一期的1千元 最後的1千元都未收到 現在又來第二期的2千 兩者是否有衝突 是否我收了第二期又沒有第一期 然後現在2千加1千 到時3千又超了額 我想這些問題多到不得了 不要計 大家還記得 還有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在第二期取消了 因為他離開了香港 那裡有幾萬人去投訴 他取消了二十幾萬人 現在又不知 暫想未九十萬人去抗辯 全部抗辯成功 那裡有多好笑 抗辯 現在一個人都沒有reject 全部抗辯成功 這些數字很漂亮 證明很合理 很有人情 很講道理 你去抗辯 你有理由就一定給你 你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去搞這些事